怪手正在清除雜草 这是兔坑里每年都会定期进行的 野稀书菌工作 其实原本是计划在五月底施工 但后来因为其他工程而延荡 里长希望透过定期的清理 免于淹水之苦 尤其是我们雅客啦 有这些干草啦 还有一些藤蔓啦 它会拌杂质 让我们水到中间变得淹大水 淹大水之后你整个站在旁边 射的会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都差不多年一通了 我们也拜托水不过来到受输菌 除了必要的输菌工作外 生态富裕也是一大重点 因此里长号召15名志工 共同开会讨论活化的面向 同时也带领大家整理野稀旁的环境 希望水中生物不会受到外在干扰 有良好的富裕空间 重点就是说我们的输菌后 我们的后边这些鸡鸡鸡 我们也去寻手 他们都做生态富裕 刚才我们也有找记者 还有我们的家庭兄弟去逛 今天这很多鱼 在这富裕还原成功 真的感到很感兴奋 有点来我们这儿团队去 透过每年定期的输菌工作 不只让市容更加美观 下大雨的时候 居民也不用害怕容易淹水 里长更表示 未来会持续进行生态富裕 打造成为兔坑里的新亮点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